背后有多少的故事在发生 是吧 大家不要去 你大概什么时候坐飞机啊 几点钟 我是晚间11点半的飞机 你可以跟我们讲讲 跟我们讲讲 背后发生的这些事情 其实我们比较喜欢听这些事情 你别急 我们不从消费者的角度去回答 其实刚才我是给你考虑 我不想耽误您太多时间 没有 就是我们是希望行业大佬来分享一些 我们不为人知的故事 其实刚才为什么给你卡时间呢 是因为你从消费者的角度来反映问题 那我们就给你卡时间了 知道吧 因为大家都是消费者 知道吧 您讲点干货给我们听听 讲些惊惊动作的 但是你不要涉 你别涉密 别透露自己行业秘密 我明白 对 因为大家这样 因为我们这个职业就接触了很多这样的企业 你知道华为有一个投资公司吗 叫哈勃 知道 大家可能不太梳洗掉 知道知道 哈勃也在这个整个产业链上去做布局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对吧 这样的话 你知道它带动了这个产业链上多少的公司的创新吗 对吧 那这些 另一个角度 它带动了多少 我们国内需要留学的人才 或者是从国外回来的人才吗 这个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 在这个行业里面 大家可能知道苹果啊 这些公司就是 这个漂亮国啊 在说漂亮国这些公司 那你 你也知道啊 英特 苹果啊 高通啊 这些公司 有我们很多很多的华人的科学家和这些工作室 那这些公司要回国创业啊 对吧 现在实际上说漂亮国好的这个创业环境 不一定有我们国内好啊 我的观点可能偏颇一点 但是 只有华为有这样的吸引力 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 大家才能回 从国外回到国内去创业 在这个产业链上做自己的布局 做自己的研发和创新 国内也是一样啊 那你知道我们 国内好多这些 我不提学校啊 这些高材生 都要去国外啊 对吧 国外给他们的创新环境 对原来的观点 给他们的创新环境非常好 但好多去了以后呢 不是那样的 大家想 可能这些问题是很复杂的 不是 哎呀 是不是 是金钱的问题啊 实际上不一定的 好多真正的高级的工程师啊 这些研发的这些工作者 他需要一个 研发和创新这么一个环境 那这样的话呢 如果到国外 他没有这个环境 因为你人才基金 或者你的这种东西 在在英特尔啊 在在在在那个 在苹果啊 你可能得不到那种机会的话 那这个时候 你可能不是不一定在 在美国是高端的人才 那好 国内正好有这么一个产量 正正在这个成熟发展的过程中 有这么一个吸引力 把你吸引到国内来 这不好吗 这我说啊 可能说的有点 稍微有点这个这个浮潜 再讲一个 对对对对 大佬 大佬大佬 大佬您好 您说 就是您 您就是目前 咱们不说具体业务啊 咱就一个抽象的来说 这几年的芯片发展行业 您在这个行业从事着怎么样 发展的怎么样 我跟您说一个 比较客观的观点 还是很难的 还是很难的 最难的点 您知道在哪吗 射密吗 你知道台积电 对不射密不射密 台积电知道吧 中心国际知道吧 在制造的环节嘛 就是说 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这个 这个 这边可能有的朋友 有的朋友也知道啊 就是您知道 留一次片 这个成本有多高吗 体力 留一次片 对对对 老管说的很专业啊 体力 那这样的话 你即使有钱 你是不是要找 代工啊 对 对吧 你要找台积电 或者你 你要找中心国际 但高智诚呢 你想一想 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面临的 这种困境 是吧 你去起码 像ASMAIL 高智诚的光刻机 你是买不到的 你肯定是买不到的嘛 那大家知道 就是我们现在 新出的这些 Mate60啊 好多人都在猜 这个工艺 或者这个制造 是怎么做出来的 我不太讲这个事啊 我不讲这个问题 对我知道 我自己很敏感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 肯定是有解决的办法 但是你也不一定有 一定有ASMAIL 这种的 这种设备做出来的 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吧 是吧 就是我们 那个 我们知道一个观点啊 这个可能不太奢密 就是我们都知道 华为很难 但是你要记住 就是影响 华为手机的性能 不是它的设计能力 而是它的 代工能力 我知道你说的 没错 公益问题 对吧 对 嗯 嗯 在国内呢 现在的大致的发展情况 就是说 从整个这个采业链的 这个情况呢 我们应该是在 一项一项的去 添补这种空白 然后也带动了 国内好多科技企业 去在整个这个 华为股局的采业链上 去跟着华为去走 那这样的话呢 我相信 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可能给我们时间在 四年或者是五年 嗯 我觉得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啊 就大概聊一下 不要聊太深啊 对 就不能聊深 不能聊深 对对对 大佬 还有一个就是 大佬 你们投的 你们投的项目 大吗 呃 因为我们是 是从事务的角度呢 我们是比较小的公司 就是因为 大的公司呢 大家可能知道 高陵啊 洪山啊 这些 基金盘子比较大嘛 是千亿规模的 嗯 包括现在国内呢 呃 这个可以说啊 就国内呢 我们这个大基金嘛 大家可能知道 就半导体采业大基金嘛 嗯 就从我们国家队上 现在也是 在这个方向上 投入也是很多的 那我们呢 是希望去找一些 呃 比较就是 起步阶段的 呃 能值得我们去扶持 呃 能走下去 但实际这个过程 是很艰难的 因为我们也需要去 做实话 也需要赚钱嘛 对吧 因为周期如果太长 这个企业 七年 十年 它走不出来的话 那我们可能也 也会面临着这种 IRB的压力嘛 对 都可以理解的 对 对 好 这个 对 也不是天使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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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间有人说天使头啊 我们也不一定说是天使头 这个轮次呢 现在 这个 分界限 不是那么清晰了 呃 大家还是跟我们现在就是所有的这个行业里呢 还是要跟着这个国家这个大的发展方向去去走 就说你要做一些对呃 国家发展有益的事 那我们不会去投食品啊 这些东西再好我们也不会投啊 对对 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 嗯 对对对 大概就是 大老您想讲啥您说 对对对 呃 再讲一个小故事吧 哈哈 我今天时间有一点啊 对啊 呃 就是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华为的公主嘛 就是因为在加拿大这个事情嘛 因为这个呃 有一些 有一些事情我们也是听了啊 我们肯定不是操作着到不了这个城市嘛 嗯嗯嗯 确实除了从这个government的这个角度呢 做了很多很多困难的工作 呃 然后呢 从华为的老员工 就是在呃 这个北美地区的一些老员工 也做了一些呃 很多的工作 因为我可以说就是做一些 包括啊 地方议员啊 好多这种 我们大家可能也能理解吧 嗯 但是确实很艰难 嗯 那这样呢 呃 大家看到可能就是表面上的这么一个过程 但背后却是经历了很多这个艰辛的这么一个努力吧 对呃 这样呢 我觉得是一个好事 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就是也能激发了这个我们国内的这种 呃 爱国热情 所以说 你那个直播间 我说实话啊 我看的呃 有几次 呃 包括您那个切片 是吧 我不是不是很有时间总看那个东西 呃 有的时候 呃 对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就是我也说 还说一个观点吧 呃 这种爱国热情 我觉得大家肯定心里都有啊 可能年轻一点呢 我今天讲一个小故事 就什么呢 我在这个福州啊 这个坐这个滴滴这个车 呃 他应该是一个90后的一个小一个小朋友 然后我们就聊到了就对面的事情嘛 聊了一些 哎 他给我的观点很 让我感觉我这个年龄人感觉很振奋 嗯 非常非常 这是正面的那种 呃 他说的话 或者不像哎呀 我们怎么怎么呢 一定要打呀 不是偏激那种的 或者是他就觉得呢 我们这个国家呢 确实从他这个角度来讲 他感觉到了强盛 他感觉到有很大的变化 他虽然在开滴滴 但他觉得这个生活是幸福的 那我们一定说在这个 现在的一个现实环境中 那和对面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呢 小朋友跟我说的观点 很正向 很正向 所以我做一个50多岁的人呢 我感觉 哎 你年轻人 90后能说出这种观点 让我感觉很振奋 那这样的话 实际上爱国情怀 大家都有 对吧 每个人心里都有 那可能你生活中呢 可能遇到了很多不如意 或者你在现实社会中 受到一些所得 那这样的话 你有可能就会去 把一些负面的情绪 去转化到 对社会现实的不满 这些 但我觉得呢 这个敏感了 大哥 这聊聊 敏感了 不好意思 对 没什么头绪啊 就简单聊一聊 好 谢谢大佬分享 好好好 谢谢大家